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大本营二手房买卖业务引来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2018年8月18日 苏宁一购总裁侯安龙宣布 苏宁正式推出C2C二手房交易平台 苏宁有房 作为一个去中介化平台 苏宁有房帮助买卖双方直接沟通 打破信息壁垒 而且不论房屋成交价多少 他一律收取9999元的固定服务费 在北上广深乃至很多二线城市 一套二手房售价成百上千万 炼家 我爱我家的佣金都值两三个点 供佣金就有数万乃至数十万 苏宁有房之所以敢于颠覆房产中介行业的游戏规则 很大程度上与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新零售基因有关 线上通过苏宁一购网站APP的房产频道发布房源信息 提供在线选房和预约签约等服务 线下则以主打社区零售的苏宁小店为载体 进行大规模的服务落地 同时还在各城市房产局周边开设签约中心 为买卖商方提供签约 贷款 货户 交房等一篮子服务 目前 苏宁有房已经上线苏宁一购 暂时只开通了南京一个城市 这里是苏宁的大本营 当地二十多家苏宁小店已经设置了苏宁有房专区 并且在三个房管局中 便建立了签约中心 侯文龙表示 要调动苏宁数十万员工 十几万块地缘 十万实体店 要买二手房向买日用品 一样简单 一 千军万马作有房 2018年5月7日 苏宁一购注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苏宁有房科技有限公司 侯文龙担任法人代表 不久前的苏宁一购818购物节上 侯文龙用千军万马作有房 宣告了苏宁有房的问世 2018国傲房地产论坛上 贝壳研究院院长 贝壳找房首席经济学家杨县领披露 过去20年 全国二手房交易规模从1998年不到百亿的量级 但2017年中国的二手房交易额已超过5万亿 一线城市交易量基本上80%都来自二手房 二手房未来会带着新房走 成为主流 这次贝壳找房杨县领地老板 贝壳与炼家的创始人左婚去年底就说过 2017年大概17个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量超过新房 预计到2018年 会有将近30个城市的二手房超过新房的交易量 毫无疑问 苏宁一购推出苏宁有房 这是希望从这个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分一备更 苏宁一购是中国第三大B2C电商平台 截止2017年12月 注册用户3.45亿 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频的线上流量入口 可以帮助苏宁有房实现房源发布 地图找房等在线化服务 与此同时 苏宁一购在线下360多个城市 还开设了苏宁网场 苏宁机务 苏先生 苏宁云店 苏宁小店等5000多个直营网点 拥有3万多名员工 它们也将参与到苏宁有房的推广中 截止2017年底 苏宁已购格内零售门店其中 作为苏宁 2018年智慧零售重点落地项目 苏宁小店也将成为苏宁有房的线下载体 苏宁小店瞭准的主要消费场景是社区 面积大约在80至250平米 1400个伏股 主要解决家庭生活消费需求 除了造电消费还可以APP在线点单 这恰恰是最接近二手房买卖的前年底带 值得一提的是 苏宁小店通过社群运动手段 使得APP复高和转化率10倍于传统电商 8月18日 苏宁小店的销售增长662% 这也将帮助苏宁有房线下线上的进一步融合 苏宁有房计划今年内开到1500家门店 目前将近1300家 辐射2000多万用户 南京市区20多家苏宁小店已经设立了苏宁有房专区 为周边三公里用户提供房源发布 看房 接待咨询等服务 苏宁小店总裁报据委说 三年后 苏宁小店在南京会达到1500家 如果一个小店覆盖3000到4000户 1500家小店就能覆盖60多万的家庭 这里面二手房交易的空间是很大的 二左手房地产 右手新零售苏宁有房 不但要借走二手房交易市场的蛋糕 而且还是以整个行业为敌的方式 不设中介人员制作服务型平台 买卖双方在信息透明 对等的环境中进行交易 苏宁有房总裁张淑刚说 C2C打破了信息壁垒 颠覆了传统中介依赖信息 不通畅而获利的模式 58安居客榜产研究院 熟悉分析师张波就说 它等于是与整个传统中介行业做斗争 不过 对于苏宁有房的C2C模式 传统中介行业大都是怀疑态度 中原地产总经理郑书伦举例说 以前李嘉诚在香港也是过通过板家超市卖楼 也不成功 后来就再也不做了 二手房交易平台能不能做成 一个核心命脉 就是要掌握海量的真实房源 现下大规模的门店布局只是第一步 得推人员不知疲倦的奔跑才是关键 搜集后发布房源 在客户探房 都显入了每天的KPI 这是一个沉重的人力密集行业 苏宁有房却想把它做清 行得通吗 列家在全国32个城市 是18000多家直营门店 15万经济人日夜奔波 收集了1.1亿套房屋信息 这是企业物开展的基础 脱胎于链家的贝壳找房 用一炮生猛的生态打靶 上线一个月流量就达到链家网的25% 4个月后进入全国80个城市 进入1.1万家线下门店 为了抗衡链家和贝壳 掌握着线上涨房80%流量 入口的58集团老板姚敬波 联合中原地产 我爱我家 21世纪不动产 209在中介公司组成同盟 发动新衣 轮着真实房源竞争 这样的态势下 苏宁有房去中介化的底气何在 9999元的固定服务费 能撕开一条生路吗 张树刚介绍 苏宁有房通过苏宁小店进入社区 一方面可以减省到比开店成本 快速接近买卖双方 另一方面苏宁小店加苏宁易购的高频客流 也将冲击传统中介门店的低频客流 苏宁有房的背后 不仅有苏宁易购线上线下的全方位支持 更占着苏宁控股这个巨无霸 整个苏宁控股集团大约拥有25万员工 他们即将被快速的动员到苏宁有房的的推当中 苏宁控股旗下涵盖苏宁易购 苏宁物流 苏宁置业和苏宁投资八道产业板块 其中苏宁之业本身就是中国房地产企业一百桥 对提升苏宁有房房地产交易链条中的服务能力 具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苏宁控股已经与多家地产巨头建立战略合作 给苏宁有房带来了想象空间 去年11月苏宁与恒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恒大总裁夏海军当时就表示 希望明年500多家苏宁各类门店都会在恒大落地 今年4月 苏宁与碧桂园结束五年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600家苏宁小店 苏宁直营店今年内就将进入碧桂园社区 未来还将实现碧桂园社区全覆盖 去年底苏宁就会零售大开发战略大会上 张静东请来了地产圈的半地江山 包括恒大、万达、融创在内 300多个地产商与苏宁签下新零售战略合作 除了三四家电产品 苏宁还储备了4000多万款商品 张静东立下军立状 2018年新开5000家门店 这是不折不扣的人物 地产商开中了苏宁对线下消费场景的拓展 他们也愿意提供低层匪的新零售试验田 借助苏宁小店这块跳板 苏宁有房顺势切入各大城市碧桂园 恒大住宅小区的二手房买卖 并且伴随着每一轮二手房交易 这币会刺激家电、家居、家居、百货等商品的二次消费 左手房地产、右手新零售 苏宁有房勾勒了一幅美妙的蓝图 而这个模式的跑通 还需要真金白爷的投入 真枪实干的付出 干了28年零售的苏宁 这两者都不在话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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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